主播觀眾馬上來關心鴻海創辦人郭台銘要拼獨立參選 今天是在這個送交連署書的提前一天 來到了北市的選委會來提交連署書 那可以看到透過畫面可以看到 其實他是帶著他的副手賴佩霞一起來到現場 那對於連署的狀況到底如何 我們來聽稍早回應 今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每一份連署書 對我都是一份責任 每一份連署書對我都是一份鞭策 我們會 我跟Tammy會繼續鳴記在心 台灣人民需要改變 改變帶給人民希望 我們會繼續 費用向前 好 可以聽到郭台銘對連署的分數 是比較低調的 強調說在明天之前才會來公布 而郭辦發言人黃世修是強調說 之前就有分批送了幾份的連署書 如果再加上今天這批的話 已經遠遠超過門檻 也就是29萬份快要30萬份 一定可以通過審查 那以上就是為您的資訊 把鏡頭載給棚內